台防务部门日前针对大陆无人机的巡航活动 制定了所谓反制无人机方案 那请让我们的军事专家 之前这个台军上演过滑稽的一幕 那就是对我们解放军正常巡航的无人机喊话 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制无人机方案 你怎么看 目标呢还是要降低这个荒唐指数 那实际上对于根本就听不到喊话的无人机进行喊话距离 这个呢也骗不了别人 也骗不了自己 说明呢现在对无人机巡航 包括其他的占据巡航 没有半点的这种预防效果和抵抗能力 我们正常的各种编队巡航 包括无人机的巡航行动 现在呢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化 那么现在呢如果之前讲话过于荒唐 我搞一个反制方案 反制方案听起来高大上 比之前那个喊破嗓子无人机也不动 这个效果可能略好一点 比如说无线电干扰 或者对航线的干扰 以及呢用其他航空机对它进行 这种气流上的一些影响 这大概是一个基本方案 那目前看呢所谓反制无人机方案 我估计啊也是一些很低效的行为 因为现在无人机的巡航 我们现在数据电影 包括很多的控制方式非常严密 所以如果之前讲的话太愚蠢太荒唐 现在呢突出一个新概念 然后把自己的综合控制啊 电子干扰 很多的这些原理进行描述 大概可以给导内一个假象 对无人机有办法 对友人机我没有办法 对友人机我没有办法